一派胡言 派币需要不停更换 翻墙软件这个题目有点长 当然是指的大陆 在美国不需要什么翻墙软件 当然上一期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就提起过上一个礼拜 官方已经跟大陆当局 形成一种所谓的默契 在更新软件的过程之中 但是美国速度 如果是在西方国家看来 就好像中国的深圳速度一样 很快 但是在中国人看来 那就跟我牛一样 很慢 美国做事 速度不快 当然更新软件 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 要小心意 谨谨慎慎慎 所以说呢 它就更慢 所以你看这个派币 搞了这么多年 搞个事这么费劲啊 实际上呢 整个美国的效率呢 一直是这样 就是说 政府的效率更低 企业的效率相对来说呢 要好得多 但是呢 比起中国企业 甚至于比起中国政府来 那都不行啊 那个效率要明显的低 如果是过去的时候呢 那大家在大陆的 不来美国的呢 当然不了解这个情况 那通过这个派币的翻墙软件的更新呢 就能感觉到啊 速度很慢 那现在呢 大家还是用翻墙软件呢 来这个点亮这个派币 每24小时啊 翻墙一下 点一下上去 但是呢 这个翻墙软件啊 一般来说呢 都是广告软件 也就是说做出广告 因为人家是为了赚钱的啊 为了赚钱呢 他就给你免费试用一段时间啊 有的免费试用 一个礼拜 有的试用两个礼拜 有的试用一天啊 这每个不一样啊 一般的长的呢 可能也就是两个礼拜啊 那就不能用了啊 有的会不会有20多天一个月 不知道啊 这一般的就是 这个一两个礼拜 10天左右 那这种情况下呢 你用了这个10天啊 你就换一个 用了10天就换一个 那最后换来换去呢 都换完了啊 因为你用你的邮箱注册一个不行了 注册又不行了 你再试用人家认识了你的IP地址了 你老想试用不想交钱 是不是啊 那人家就不给你试用了啊 一般的免费试用的翻墙软件呢 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当然有的说有破解版 我能够呢 这个延长一次再延长一次 换个邮箱 再换个IP地址 换一个手机 再换一个手机 来回确实是也有能多时间长一点的 但是呢 效果不是很好 那不是有人说 不是说这个 有这个法轮功 什么大纪元 免费翻墙啊 这个社啊 确实有免费翻墙 这个我们知道啊 包括美国之音啊 各国亚洲 他都有免费翻墙 但是呢 他这些专用的翻墙软件啊 对派币呢 就不一定有效 有的时候也行啊 那如果是 这个中国的防火墙 把这个派币的翻墙软件 给这个 不割掉了 他这个软件升级的时候呢 他不考虑派币的 他只考虑他大纪元的 只考虑他最为亚洲的 只考虑他美国之音的 你能上美国之音 我这个翻墙软件 就就算是好用了 至于说你能不能上推特 能不能上紧密 能不能上别的 这个这个 就是去啊 这个我就不管了啊 我只管我美国之音的 我这个最为亚洲 我只管我最为亚洲的 因为人家这些劳动力呢 人家这些专业人士 这些专家呢 这些技术人家呢 他呢 就是为本单位服务的 不是为你派币服务的 如果是顺便呢 刚好能也能用呢 那就用一下了 那如果刚好不能用呢 那不能用 也就不能用了 也没办法啊 人家本身 人家不是为你派币服务的 人家是为你本单位服务的 啊 这就是说呢 有一些专业的翻墙软件呢 虽然是免费的 虽然是长期可以使用 但是呢 我派币用不了 那还有呢 就是收费 收费软件呢 一般来说呢 时间会长一点 比如说你试用的两个礼拜 啊 像这个 呃 法轮功的 什么这个大纪元的这个呢 可能 时间更长一点 啊 可能 有的时候更长啊 三四个礼拜啊 一两个月 他就不行了 不行了 他又会更新 更新呢 哎 又行了啊 有的时候呢 也短啊 可能三天五天啊 呃 总体上来说呢 是比这个 适用的这个十天左右的要长一些 大概是二十天左右 他们的时间应该是 那呃 收费的呢 会更长一些 一个月啊 嗯 一个月左右 但这个收费的软件呢 当然 大陆的人呢 是特别是这个挖这个派币的呢 都是想呢 这个免费赚钱 哎 我不要投一分钱 反正我用 用我现在的手机先成的 我点一下就行啊 当然派币设计这个功能的时候呢 确实也是呢 想到 哎 大家都是免费的啊 点一下用的 时间就行了 不需要再专门的投入 当然对于大陆来说呢 这个翻墙软件 如果是在花钱的时候呢 很多人是不习惯啊 中国人不习惯于花钱 觉得呢 只有买一个是个铁啊 这是个铁的啊 这是个木的 这是个棉花的啊 这个东西要花钱啊 如果一个知识要花钱 他就觉得 哎 这东西又看不见摸不着的 怎么能花钱呢啊 就中国人呢 没有这个习惯啊 就觉得翻墙软件呢 这个有很多免费的 我何必要花钱呢 大家不太习惯啊 其实呢 如果你不花钱的时候呢 基本上说是按月付费的这种 他都呢 能够给你用 你付了一个月费 他这个到了一个月 那不能用了 你就再交一个月费 那如果是说呢 我交了一年的费 这有可能就不行了 这个就可能被骗了啊 就是说交了一年的费 他就用了两个月 然后就不给你 不给你更新了啊 然后一排屁股走人了 这种呢 这个翻墙软件比较多 虽然交长期的啊 我交一年的 便宜一半啊 我按月交的话贵一倍啊 我一个月要 这个十块钱 我要是按年交的话 一年交六十块钱就够了 但是呢 这六十块钱啊 大时候只能顶两个月 还顶二十块钱的 那四十块钱就被骗了啊 这种情况呢 很多 因为呢 小公司嘛 很多呢 他弄弄以后呢 觉得弄不了 或者算是不花算 拿一笔钱跑人啊 但是按月交的这些呢 基本上是没问题啊 那你五块钱交给他了 十块钱交给他了 他管了一个月 一个月以后 他不行了 那你就不交了啊 我再交你十个月 最多呢 骗一个月的钱啊 这样呢 时间可以长 可以长一点 就是说你 你那个 可以 不会 上当受骗 被骗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啊 这个 因为没有一个 这个权威的 官方的 这个大的 像什么亚马逊 像Uber 是不是啊 这种大的公司 说是专门做翻墙的 是吧 没有这种公司 如果有个大型的 公司上市公司 专做翻墙啊 这个 以后呢 大家都买这家公司的 信誉良好啊 这个就行了 或者大公司 推出一个软件 你比如说呢 这个 亚马逊 亚马逊翻墙免费 哎 这就行了 不是 亚马逊翻墙收费 这个就可以啊 你亚马逊的 他就 你 你交易黏着你没事 这个就不会被骗 但现在呢 我每一家有什么大的公司在做 都是小的公司 所以呢 你只能是按月交 这样呢 就是不会上当受骗 当然有的说 哎呀 我还得花十块钱 反正我要下费 我干脆就 就就就 就再去找一个 也没问题 你再找一个也行 因为翻墙软件很多 你只要是每天要试用啊 总是有的试用 呃 在这个 翻墙软件好用的时候呢 你就翻墙出来 自己呢 主动的下载 搜索多个翻墙软件 这个翻墙软件不好用了呢 用另外一个翻墙软件 反正是说呢 你有备无患啊 这样就行吧 你不要说到时候没有了 哎呀 怎么办 再来找我 我再去那个 网上帮你找 我找肯定没问题 复制粘贴一下 对我来说也很简单 但至于哪个好用呢 我就不知道了啊 那这样呢 有可能呢 你就会耽误你的使用啊 呃 当然呢 有的时候也无所谓 我能用就用 没用就算啊 这种呢 那到时候我也会帮大家找 因为毕竟来说 你挖的派币多了 我的这个派币就多了 啊 因为我现在已经挖了 这个 一万多个了 所以说我觉得完成我的任务了 所以对派币呢 我就不太重点关注了 但是呢 我呢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呢 还会这个帮大家 这个找一下 因为我这个一万个 能找到两万个 我也喜欢啊 毕竟来说 多了以后更值钱啊 呃 关于派币这个换翻墙软件啊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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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